翻过去就到了 您这个基诺族的话 方便跟我了解一下吗 你想了解一下 咱们这里的文化 您这个能帮助我吗 只有去镇上去修车 你放心 我是个好人 我肯定不是坏人 顾纳军 你能不能先别走 我要回家了呀 你要回家了 然后就是 那你们村子里面 有没有小卖部呀 小卖部也要走这边走下去 还要走一段时间 就是大概离这 还有多长时间了 走一二十分钟嘛 一二十分钟 对的嘛 那您是也往这个方向走吗 对啊 我从这边下去嘛 那您就是能不能 我跟着你一起 你帮我指条路 那也行嘛 走嘛 好嘞好嘞 谢谢你啊 怎么称呼你啊姑娘 我叫小玉嘛 小玉 你看就是咱俩聊了 聊了半天了 就是没来得及 给你自我介绍 我的话就是叫高路 来自咱们的陕西西安 就是我这个手机 是做这个主播的直播的 我买惯 你拿手机一直看着我 我就看你就一直 在看我的手机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解释一下 您就是方便 让我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吗 说简单的嘛 不要太复杂了 说简单的 不要太复杂了 对嘛 你们都好多好多话哦 没有没有 就是我之前 就是在咱们前一段时间 不是在那个 板纳嘛 西双板纳 景红 不是过泡水节嘛 我就是发现 咱们少数民族 都是蛮热情的 因为马龙这边 都很热情好客嘛 都很热情好客 对啊 就是我之前去这个歹族呀 哈尼族的时候 我听就是很多这个朋友 就前几天在泡水节的时候 还认识一个 他们这边挺有意思的 就像歹族不是说 把这个老公叫老乖吗 对啊 你们这个基诺族 基诺族跟这个 呃 歹族这些 他们是习俗一样吗 也差不多吧 啊 差不多啊 差不多是吧 对啊 哦 哎 妹妹 那那我想问一下啊 我之前就是 不是方便讲吗 怎么了 啊 就是因为我 我之前就是跟那个 呃 朋友他们在一起聊天嘛 嗯 他们就是给我说 说关于咱们少数民族 说是 我不知道你们这边 是不是这样的 嗯 说是这个歹族的啊 他们这边 就是有很多这种姑娘 对的嘛 哦 而且他们给我讲说 这种姑娘 她不能外嫁 都要这种来当上门姑爷的 对啊 哎 你们这边也是吗 对啊 也是啊 我们都是一个村子的嘛 哎 我也没好意思问 知道吧 因为就是我们也认识时间不长 在一块喝酒认识的嘛 嗯 我那个就是 他那个朋友给我说 他是来自山东的 嗯 他给我说说是 来这边找媳妇干啥的 说是不需要花钱 对啊 而且就是他 总共说 办结婚 从他认识那个姑娘开始 通过人介绍 认识 然后到订婚 相亲 啊 就是订婚 结婚 包办完仪式 总共才花四五万块钱 四五万 那还挺多的嘛 嗯 你们这边还要少一点 你们这边还要少一点 对吗 咋个意思呀 你们这边就是 一个万 十万吗 一个万 一万 一万块钱 对啊 不是 不是 没没没 你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真的阿哥 啊 真的阿哥 真的 真的吗 这一万块钱能在这边找个媳妇呀 就是上门老乖 上门老乖 对啊 我们找上门老乖 诶 那那我之前没好意思问他们啊 你说这种上门就是是不是就男人在这个家里面没有这种家庭地位啊 有的呀 我们这边的老乖嘛 就每天去上山去干活嘛 就是每天都要出去干活 对的嘛 早送晚归嘛 我的妈呀 那你们这边是把这个老公当牛屎的呀 没有啊 他要很快乐呀 他山上有很多野果子呀 什么的呀 一有多快乐呀 山上你看嘛 有大鸟啊 还有蛇啊 什么的 饿了嘛 就可以抓来吃嘛 妹妹 就是你这个听他们不是讲说咱这个少数民族这里就这种姑娘特别多吗 对啊 你们就是这边也叫寨子吧 对啊 叫寨子嘛 也叫寨子 也是女多男少吗 女多男少 方便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个寨子有多少个女孩子呀 可能有一百多个吧 有一百多个 多少户人家呀 几十户嘛 几十户 对嘛 那男孩子有多少呢 男孩子可能就二三十个嘛 一百多个女孩子二三十个男孩子 对嘛 我来个妈呀 那这些男孩子不是 享福了 天天在这个女人堆里面生活的吗 但是我们找的话 找两种板杂的嘛 板杂 板杂是个啥意思呀 板杂吗 就是强壮有力 这里板杂嘛 哪里板杂 不是这妹妹听 哥姐说阿姨嘛 就是这姑娘给我说板杂 你们能听懂啥意思吗 板杂是个咋个意思啊 强壮有力嘛 板杂嘛 就是 哦 要腰子呀 不是 腰子 要腰子干啥呀 好干活嘛 好有力气嘛 哦 就是腰子好去干活有力气 对嘛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咱直播间的哥哥姐叔阿姨们啊 我看这个姑娘还长得蛮漂亮的 就是姑娘就是方便问一下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吧 多大年纪啊 那跟你猜一下 我猜一下 对嘛 那我也多大 你看就是你让我这个猜的话 人家都说这个女孩子年龄 就是不能这个随意的去猜测的 你猜嘛 我都还没老乖呢 你猜一下 咋意思 就是如果我说我猜对的话 咋意思 可以认识认识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你有没有老乖吗 啊 老乖 你有没有 啥老乖啊 你说啥呢 姑娘 老乖 大哥 啥老乖 老乖的 啥意思啊 老乖老乖嘛 不懂 兄弟们知道啥意思吧 啊 兄弟们 咱咱这样子啊 兄弟们 那就是刚好就直播间的兄弟们 咱猜一下这个姑娘有多大行不行 猜对的 你看这样子 因为我直播间啊 现在一万四千人看着呢 你开玩笑呢 多不好意思啊 那有啥不好意思 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知道吧 那你们里面的猫多利多吗 猫多利是还啊 你是不是说有一万四千多人吗 就是他 就是你 姑娘就是你别紧张 虽然就是在直播间人很多 你别紧张 猫多利啊 啥意思 你讲汉话 听不懂 就是帅哥嘛 帅哥叫猫多利 对嘛 那那女孩子 这美女叫啥 骚多利嘛 你别逗完 别逗我了 你 如果说我在你们这边路上 就见到美女 我就叫人骚多利 可以的呀 我们就很开心啊 你别开玩笑了 骚多利 别不给我俩大嘴巴子呢 不会的呀 我们就很喜欢啊 不是 你们这爱好还是不同的啊 我们的方言嘛 方言 直播间的哥姐说 阿姨妈 咱猜一下这个小妹多大行不行 猜对的啊 就是你 如果 因为我直播间人多嘛 对的嘛 如果说我哪个哥哥呀 或者说哪个 这个大哥 猜对了 能不能就说 给你们接受 你们线下认识认识 可以的嘛 可以的嘛 我们这边好多好姐妹了 都还没老乖呢 都还没老乖了 对嘛 有多少个单身呢 可以 还有个三四十个嘛 有三四十个 对的嘛 你们这边就说 这边三四十个 这种姑娘都是多大年纪啊 和我也差不多嘛 和我也差不多嘛 和你年纪都差不多 对嘛 我一直在想啊 你刚才给我说说 你们这 这边 这个又彩礼又要的少 就一万块钱 从结婚认识 到这个结婚 那你们这边就说 结婚不用买房子呀 不用就说买这种 三斤五斤啥之类的嘛 不要啊 我们这边不用啊 你看我们都住在这里面嘛 那些东西就没用去嘛 哦 你们就住在这个里面 你家就是离这远吗 妹妹 还往前面走吗 还往前面走 对嘛 你看就是聊了半天了 那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带我去这个超市 就是小卖部去买点这个米啊 买点油啊啥的 你是要吃饭吗 对 就是因为今天开了一天车了 比较饿 那你可以先去我家 去坐一会儿 我家还有饭那些吃吗 哦 你现在去买过来都天黑了呀 哦 可以去你家蹭口饭吃啊 可以的嘛 哎呦 这真的是人家说的 咱少数民族的姑娘真热情 你看就是我这空手去你家 就是也不太好意思 就是 那那 你就说 你家就是更近一点是吧 可以的嘛 你可以先去坐一下吗 可以先去坐一下 隔节刷 因为那要不要去啊 去得给老弟公传打个去好不好 啊 哎 妹妹 就是你看就是 不知道 就是说跟咱俩刚聊的这个问题啊 我是真的比较好奇 因为说实话 我也是单身啊 我在西安 相了九次亲了 没一次是成功的 不是嫌我长得 长得胖 就是嫌我是穷逼一个 知道吧 没有关系的嘛 你们这边就说 这个女孩子对这个工作呀 呃 这些没有要求吗 没有啊 只要你这里板杂嘛 就可以了 哦 就只要能干活 对嘛 板杂嘛 板杂 那年龄这方面有要求没 年龄嘛 就是 五十岁以内嘛 都可以接 哇操 五十岁嘛 妹妹 不是 五十岁 那你们这边姑娘是不是都是这种四五十 而且你看这大山里面没人愿意来啊 所以都是这种大龄圣女还是晚婚的 大龄圣女啊 嗯 没有的啊 就是我这么大的嘛 你看我像好多岁的嘛 哦 对对对对 你看你这个我这个脑子啊 这个姑娘啊 我猜你就是十七八岁吧 十七八岁啊 嗯 哎呀 阿哥 你说话好 兄弟们你们觉得这姑娘像不像十七八岁 你看 虽然我这个男人啊 是这个满身汗味的臭男人 但是我这个嘴巴应该还是可以的 就情商比较高 人家都说这个女孩子年龄一般不能随便去猜 你要非让我去猜呢 女孩子啊 永远十七十八 兄弟们对不对啊 对不对兄弟们 对的给老弟打个对啊 有二十五呀 二十五呀 你看看 人家女孩子只要猜女孩子的岁数啊 一定是二十多岁啊 哎 是十七八岁吗 没有啊 我还要再大一点 还要再大一点 哎 那你这样子 我直播间就是有这个很多这个哥哥姐姐啊 他们都猜你二十五岁左右 嗯 再往上猜一点 再往上猜一点 对吗 嗯 二十六 再往上 还要大一点 啊 二十七八 嗯 二十八了吗 二十八了 那结婚了没了 没有嘛 我还没老乖嘛 我的妈呀 那你这在我们内地都叫大龄圣女了 我们这边很多都是二十七八才早老乖的嘛 都是二十七八才早老乖的 对吗 哎那你们这里就是二十七八 你像咱就家里面叔叔阿姨啊 嗯 就是他们不着急吗 不着急啊 因为我们每天也要帮家里面干干活嘛 我干活 对吗 哎 看看你就是长得还挺漂亮的 而且你看就是说 咱们这种山里面 你们就是应该正在上你上学的年纪嘛 你们就是平常在这种大山里面 嗯 习惯吗 习惯我们小的时候也要去上学了呀 哦就是已经上学毕业回来了是吧 对啊 那你说像咱们这种大山里面 住在这山里面 平常主要靠什么去收入呢 就跟那种 香蕉树嘛 还有些水果嘛 还有些山里面的这些野味嘛 蛇嘛 那些嘛 哦呦 你们真是胆子挺大的 你你不害怕那些动物吗 不害怕呀 你们从小这里长大的呀 从小就这里长大的 那你真的挺可以挺厉害的 我哥给你点个赞啊 哎 你你别说 就说你们这边生活还挺好的 这是啥 这是鱼塘还是 这是鱼塘嘛 里面是有鱼的 有鱼的 有啊 那这我看着好像家家户户都有这种小鱼塘 对的嘛 我们就是每家人活都有小鱼塘 那这养这个鱼是靠这个去卖钱还是 也可以卖嘛 主要是我们吃嘛 主要是靠吃 哦 喜欢吃烤鱼 哦 行行行行 哎 妹妹那你看就是说 你家就是都有谁在家呀 我这样的一个人去的话就是方便嘛 现在我阿爸他们还没有回来嘛 就我一个人在家你可以去嘛 哦 就您一个人在家呀 对嘛 有 那你这弄得我多不好意思的 哎 您家就是兄弟姐妹几个呀 他们不是都讲说咱少数民族这边 就说这个女孩子的话 就是比较多一点嘛 家家户户户户就是 兄弟姐妹比较多嘛 嗯 对啊 您家就是兄弟姐妹几个呀 我家有三个呀 有一个阿姐 哦 有一个阿姐 还有一个弟弟 还有一个弟弟 对啊 那老二是最幸福的啊 挺好挺好 这确实是挺那个啥的 哎 那那你看就是你 这一个姑娘家的 你一个人在山里面走 我看连个人也没有的 咱俩又是陌生人 你把我一个大男人带到你家去 你不害怕就是我干坏事吗 没有啊 就是这边都有人的呀 很多人的呀 哦 都有人的 有很多人的嘛 都在交嘛 哎 这 这就是你们平常这种 你们家也是像这样的环境吗 嗯 对 呦 这些房子能住人吗 这 能住呀 啊 很舒服的呀 冬暖夏凉嘛 我了个乖乖 这我说实话 之前就是在电影中看过 啊 他们拍那个湄公河那个电影的时候 我看过 就像那个东南亚 他们那边的那种拍的那种 大斗那种战斗片的那种电影 我看过 第一次就身临其境走到这个地方来的 说实话就是看着还挺慌的 笑人 有点吓人 不要怕 不要怕 你们就是平常就生活在这里啊 对啊 你看这边环境有多好吗 一山傍水的 一山傍水的 挺好挺好 咱俩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 到您家了呀 哎呦 那这样子吧 妹妹 就是说 你看就今天也很麻烦你了 就是耽误你这么长时间 要不就是我在这等一会儿你 你就是能不能帮我拿点米 给我提 装上一碗米就够了 因为我是一个人嘛 给我装一碗米 然后我就出去 做做饭 然后就是明天的话 我买点东西再回来 就是报答你们 走嘛 哥 我主要想跟你多聊一下 我们想找芒杜丽嘛 怎么 就是 你看就是因为说实话 就是 我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主播 我也绝对是要做一个好男人 你看我第一次到你们家来 这个也是空手来的 而且就是叔叔阿姨也不在家 你一个女孩子 你看你们这个邻居呀 啥的都在 我就是不想给你们这种姑娘 就是制造麻烦 没关系嘛 哥 走嘛 你都到了这走嘛 挺热情的 那那直播哥姐叔叔阿姨们 直播间呢 兄弟们 咱们就是要不要去啊 去的话给老弟就是打个去好不好 啊 我是觉得不好意思 这因为你确实害怕别人 尤其是有农村啊 就害怕对你的影响不好 害怕别人说闲话 不会的嘛 哥嘛 本来我就还没有老乖嘛 走嘛 不是不是 你别拽我 小妹 你别拽我 走嘛 你都到了 走嘛 你弄得我这 兄弟们把我还拽着了 那那那那 那那那这样子 不是他手还拉上了 小妹 你看你这个 猫东西好帅气的嘛 哎呦 你是第一个手我长得帅的人 小妹 那行行行 那手先放开 手先放开 哦 你他这房子还挺好的 对吗 还是这种二层小楼啊 对吗 哎呦 这样的房子在我们 在我们那边啊 真的很少见了 兄弟们 这房子咋样啊 你看这旁边这小树林 啊小株林 这小株林里面肯定有这种 吃不完的这种笋 笋吧 对有笋 还没有长出来 那这样子就是妹妹 那呃 你们家厨房在哪里啊 厨房在楼上啊 厨房在楼上 对嘛 那我在这等你一下吧 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宅基地都浪费了 这一楼都是空空的 哇塞 这么大的宅基地啊 哎 这一楼为啥不住人了 一楼就是养猪养鸡的嘛 二楼住的嘛 就是防潮室嘛 哦就在你们这边一楼都是养这种鸡啊 养养动物的是吧 哦 懂了懂了懂了 上去就不上去了啊 上去就不上去了 对 那你这样子就是你放心就是哥哥也是一个 咱是见认识都是朋友嘛 以后有机会嘞啊 哥哥一定给你介绍介绍啊 上班室啊 这别瞎打字啊 不用不用 挺麻烦的 不能上去啊 为啥啊 啥意思兄弟们 咱能上去还是不能上去啊 说实话就是我是蛮想上去看一看的 但是我就害怕就是给你添麻烦 因为我是一个男孩子 啊 能上去吗 兄弟们 要不要上去啊 热情 你等等 稍微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知道吧 能上去吗兄弟们 能上去的给老弟来打能啊 兄弟们 能上去来打能 我真的挺感谢你的 咱少数民族这边人都是比较热情好客的 但是我这个男孩子有点腼腆 哎呀 能不能上去就要当上门女婿 啊 啥意思啊 哎姑娘 我这个直播间啊 有很多这个人说是 说在咱们这个民族说是 只要上到你们这个楼就走不了了 留在您家当上门女婿了 不是的 是不能进那个门 楼可以上的 哦就是不能进到卧室里面去是吧 吼吼吼吓我一跳 能上去啊 可以吧 别瞎打字 咱是一个正能量主播 啊兄弟们 啊 那哥哥姐说阿姨们 那想上去看吗 想去参观他们这个二楼的样子吗 想的话 老弟就带你们上去看一看 好不好兄弟们啊 想来给老弟公平打个响 啊上去 他老乖 那小妹说不用啊兄弟们 啊上去啊 都说上吗 上去来扣一啊兄弟们 上去给老弟扣一啊 上上上 啊打针 打什么针啊 打什么针啊 不不不打针不打针 今天卖什么 不卖货呀 就是我 我是一个旅行博主 不带货 我平常只带那种专场啊 哎呦 这这就是你们这个二楼的一个环境啊 哎 看着还挺好的耶 哎呦 这是 看着还真是挺好的 啥都有啊 哎 杀猪 这是杀猪是杀猪的 就杀猪吗 啊 就杀猪的吗 杀啥猪的 就是这种 大道的猪吗 哦 猪吗 哦 是杀猪还留电话呢 你家不是杀猪的吧 不是啊 因为随时都可以来卖猪吗 可以杀猪吗 嗯 那你喝点水吧 呃 谢谢 谢谢 挺给你添麻烦的 喝点山泉水啊 行行行 谢谢 看他们这边环境还挺不错的啊 看这是 这个是他们就说这边的这种小阁楼啊 兄弟们啊 小阁楼你看对面这小鱼塘啊 家家户户的这种小鱼塘啊 这小镜子 看着还是蛮不错 挺好挺好啊 呦 这个桌子上 这个是啥东西啊 芭蕉叶啊 芭蕉叶啊 对吗 嗯 芭蕉叶为啥就是桌子上摆这种芭蕉叶啊 坐嘛 你坐嘛 哦 谢谢 谢谢 那你也坐 你也坐 你也坐 啊 真的挺感谢的 给他打一针 你们别的瞎打字啊 兄弟们 喝点水嘛 三千水 喝嘛 哦 谢谢 谢谢 真的非常感谢啊 你给我这 刚才我看你拿着这瓶子 一直在那摇摇摇 就这 为啥你这 好喝的嘛 啊 好喝的嘛 你这里面没有啥吧 你在刚才摇啥呢 你在那 没有啥嘛 你喝嘛 啊 藏一下嘛 不是不是 我我我刚看你拿这个盖子就一直在那摇摇摇 你不会给我里面就加什么不好的东西吧 没有 阿哥 你尝一口吗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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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不可 我不可妹妹 三千水 我们这边才有的三千水 我不可妹妹 阿哥喝了板杂的嘛 兄弟们兄弟们 比别给我瞎打字啊 就是因为我刚确实看这个姑娘在这摇摇摇 一直摇 而且你看这个里面有那个沉淀物好像 没有了吗 这真真有真有 看不见了 喝嘛 你这样的那你先喝一口 我看看 喝了板杂的嘛 哥 你别给我开玩笑 小妹 喝的嘛 你这样子 我害怕就是你给里面加不好东西 你你喝一口 我看看 喝了要发疯呀 兄弟们 这真可以喝 喝了腰子没了 哦呦 你别吓我兄弟们 能喝吗 兄弟们 啊 不是姑娘 你你你确定这个能喝喝了没有没有什么吗 兄弟们这个能喝吗 能喝的给老弟能不能喝兄弟们 没事他都喝了 你再大多喝一口 我刚刚看你拿那盖盖 喝了这个 喝了板杂吗 哥 真的好好喝 啥味道 甜甜的嘛 甜甜的 你这样子小妹 你看 我实时 我实在人 我没有那些勾心豆角啊 花花心肠子 啊 你这样 就因为我刚看到你确实拿这个瓶子在这一直摇摇摇 摇摇摇的那里面啥东西啊 没有了吗 啊 兄弟们你们看这底下明显就有这个沉淀物哎 哎你们能看到吗 山泉水吗 哥 能喝吗 兄弟们 能不能喝啊 兄弟们能喝呀 那这样子 那那我把这个镜头我切过来 我对着对着喝啊 就如果说我一会有啥事了 你们帮我做个见证啊 兄弟们啊 兄弟们好久不见啊 兄弟们啊 这真能喝啊 真的可以喝的 我喝了不会有啥问题吧 没啥问题啊 喝了板杂嘛 板杂 对的吗 放心喝 毒不死 那我喝了兄弟们 你们能不能帮我点点赞啊 兄弟们 是不是甜甜的 苦苦的 苦的吗 嗯 那你就再喝一口嘛 你多喝一点嘛 就甜了 多喝一点 还要吗 好喝吗 是不是 喝了真的很舒服了 头咙 说不上来 说不上来这里面放的啥东西 苦的兄弟们 兄弟们这是苦的 这个东西是苦的 还要再喝点 哎不不喝了 不喝了不喝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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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妹妹 就是挺打扰你 那你这样子 就感谢你 感谢你的水 然后就是能不能借点米 我看你这个米 能不能就给我借一袋 然后我就先走了 要走了吗 你坐一会儿嘛 你不说 你还给我借三个 猫猫猫猫的吗 你这样子就是 我先出去做个饭 然后做饭 完了就是 晚上有一会儿 有时间了 我再来找你聊一聊 行吗 行行行 下回有机会了 谢谢 谢谢 你是口苦 不是水苦 够了吗 够吃吗 够了够了 够了 这一碗就够了 那行行行 谢谢 就是妹妹 能不能再给我 倒一碗油啊 油吗 嗯 油我们家好像 今天吃完了 还没去买 吃完了还没去买 哎 你这个 你这个水喝的 我就是嘴里 特别苦 特别涩 你们家有没有 甜的东西 甜的就只有这个 没有哦 嗯 没有了吗 只有醋吗 你要喝醋吗 没有 那那你说 那个小麦布 就是离这还远吗 还要往前走吗 大概多长时间啊 大概走几分钟嘛 大概走几分钟就到了 那那这样小麦 那就是一会儿 回来的时候 咱还路过这里不 还要回来啊 还往这边回来 还要回来 那我就能不能先把 这个米线放在这里 啊 然后就说我看小麦布 有没有卖的 如果有的话 我就买点 没有的话 我一会儿回来 见你这个 那也行吗 行吧 那我先放在这 那行吧 那妹妹就是因为 我这个出来比较着急 我这个身上 没有带现金 你能不能就是 请我喝瓶饮料呀 可以的吗 可以啊 行行行的 谢谢你啊 你放心就是 我完了一定会来 报答你的 不用不用 阿哥 不用了 这是姑娘 姑娘挺好的 兄弟们 挺好的 挺好的 你身上背的 这个是干嘛的呀 搁那个吗 啊 搁那个的吗 搁哪个了 不是姑娘 你别 别跟我开玩笑 这个是 是刀吗 是的吗 我 不是 那那那那 我先走了 姑娘 没事 没事 没事姑娘 我先走了 兄弟们 这姑娘 哪里把刀 给我说 搁那个的 吓我一跳 你别跟着我呀 是搁那个的呀 阿哥 不是 你别过来 你再保持点距离 跟哪个的 你看嘛 阿哥 那个 像不交宿 搁脚的 对的嘛 我们这边都是 搁脚嘛 你确定 确定嘛 我能相信你吗 美女 你看嘛 那个不是 还有个碗吗 兄弟们 这这姑娘 给我说 她是搁 这个树的 是吗 我确实 就因为 你看 这几年 因为这个口罩 这几年嘛 很多他们这边 这个咱们 中国这个边边 传言比较多 我比较害怕 就是 希望你就能 多多理解 我一下 如果说 哪里讲的不对了 哪里说的不对了 你见谅 行吗 没关系 阿哥 头一次来嘛 你这样的反应 就很正常的 行行 那对不起啊 小妹 对不起 对不起 那兄弟们 那我就相信你了 不过我相信 你也不敢对我咋 我直播间 这会儿 三万多人 看着呢 三万多人 这么多人 两万七千人 那我都太好意思了 有啥不好意思的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多种 直播啊 什么都嘛 哎 妹妹 你们就是全家 你们这么多人 那我看你爸爸他们都没有在 叔叔阿姨他们都没有在 那你们平常就是全家人都在这大山里面生活 都是一般靠啥生活了 就是割椒啊 还有山里面可以 采一些东西 卖啊 那种嘛 哦 哎 我之前就是听人家讲 云南不是那个云南白药特别出名吗 对嘛 就是很多中厂药链子嘛 就是很多很多嘛 这个大山上 哦 那你们应该家里面条件应该还不错 那些就是名贵的一些药材啊 啥的 在这边相当值钱 还好吧 我们这边主要是那种西花山啊 搜栋山 他们过来搜嘛 其实也都挺便宜的 哦 就是你们一般都是从这种山里面 然后就是把它采回来 采回来就是专门有人负责过来收 对 哎 这爱户嘛 来收嘛 哦 因为量比较少嘛 哦 哎 这个小麦布的话就是离这还有多远啊 就前面就到了 前面就到了呀 呦 你们这边确实挺不容易的 这会儿都七点多八点了 我看你就是爸爸妈妈 他们叔叔阿姨还没回来 他们干啥去了 就是山山嘛 去搁椒啊 什么 看看有没有什么都采的嘛 就大一点回来 哦 这天都黑了 他们还不回来吗 我们都是要晚上很黑才回来的 我就天黑透了才回来 那一般就说什么时候出去干活呀 早上就要去 天还没亮 因为要走很远嘛 要走很远 后面的大山上 有 那你们还确实蛮不容易的 我们要走一个多小时呢 确实蛮不容易的 哎 姑娘就是看你就是也长得挺漂亮的 你们这里的姑娘就为什么不想着 就是出去呢 就是到城里面去 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呢 就在家里面也可以呀 我们有很多活要做的嘛 哦 就是在家里面有很多活要做啊 对 时间都不够嘛 就从小就多多晚嘛 我 我阿爸阿妈 还有我弟弟嘛 全家都是要出去 哦 今天是我的脚 那天下雨的时候 崴了一下 我今天都没有出去 哦 那你这个脚没事吧 小妹啊 还走路还可以了 行行行的 就是你看今天确实挺耽误你了 这么长时间 然后你还那个啥 哦 这个就到小卖部了 是吧 哦 你好 你好 哦 你好 你好 你就是能不能稍微等我一下 啊 好好 你稍微等我一下啊 哎 是不是真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 我刚刚跟这个小妹就大概聊了一下 这小妹给我说 他们全家白天很早很早就出去干活了 爸爸妈妈他二十七八岁 爸妈应该七八十了吧 也上了年纪了啊 每天这么辛苦的干活在这种环境下 大山里面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而且你看我刚才一去找他 找他去借东西 他二话不说啊 就借给我了 包括就是我到人家里面 他非常热情的 呃 给我倒水啊 这那了 就看着确实是 挺让我那个啥的 感触蛮深的 因为我说实话 家里面也是有父母的啊 嗯 爸爸妈妈 我们也是来自一个农村的孩子 对吧 那今天我们既然走到咱们中国的这个边边去了 我想着就说 我一会就让这个小妹请我喝杯饮料 咱们就是看能不能给他们家里买点东西啊 嗯 这个是我们不管走到哪 这是一个 人家帮我们 我们帮人家嘛 对不对 兄弟们啊 那咱就是等一下 咱能不能去这个超市 看有什么 买点东西送给他 行不行兄弟们 行的给老弟公平打个行 好不好兄弟们啊 行的给老弟公平打个行 行啊 好好好啊 啊 妹妹就是久等了久等了 啊 走了吗 哦 没有就是我刚给我这个朋友他们说了个话 哦 哦 那那就是 行 哦 谢谢 谢谢 哦 这个 这个兄弟哥哥是 这老板吗 哦 我 但我 我听这个 这个大哥好像这个说话口音不是本地的吧 我不是 我是那个上门的 乖 就这边的 哦 你也是过来就是上门的 对啊 你要过来上门吗 哎 不不不 我是一个旅行的 然后就车在那个马路边起给坏了 嗯 就是想买点东西 刚才就是他小妹给我喝那个山泉水 我感觉就是嘴里边有点苦 喝了山泉水啊 啊 那好喝 那个 大哥 不是 刚刚听你说 你喝了那个山泉水啊 这语气有点不对呀 这个东西 不是不是 大哥 你能不能给老弟讲讲 那个喝了吗 就板杂吗 不是 你这样子 那小妹就是能不能请我喝个东西啊 请你喝一下 大哥那我 你给我拿一个吗 这个吗 可以吗 来我帮你打开 哎 哎 这个就那个啥了 嗯 喝个这个吧 行吗 请我能不能喝这个AD干 可以吗 大哥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 那那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我就直接炸开了 还要吗 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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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在干嘛呀 我就是这个在直播 那就是 妹妹就是 你能不能就是 帮我付下钱 然后就是我没有带钱 钱啊 我也没带钱 怎么让阿妹付钱 我也没带钱啊 就是大哥 因为我这个手机 就是刚出来的比较着急 然后就是 落到车上了 妹妹你看 那能不能就是 那这样子 就是你 你这个可以 就是说手机付款吗 我扫你 可以是吧 那行行行 那那妹妹就是 你 你真是个 那妹妹你来一下 你来一下 你过来一下 我一会去拿钱嘛 阿哥 出来搞忘了 大钱 那那大哥 那我们就先走了 我们就先走了 那个阿妹 会买的吗 你小心一点哦 没关系的 阿哥 她是坐旅游的 妈车坏了 没事 怎么买 你都不害怕 我是坏人呀 不怕呀 这边好多人的嘛 你真是个傻姑娘 怎么了 你看 就是陌生人来找你 我喝了饮料了 你还帮我付钱 小问题嘛 喝一瓶水嘛 那就是你看 因为我也没带钱 你能不能再帮我买包香烟 烟吗 贵吗 平常我抽的那个花子 我不知道他们这有没有卖的 你能不能就随便帮我买包烟 我也不是在价格呀 主要我也没有好多钱 我待会还要回去拿钱啊 意思可以帮我买吗 那我在这 那你这样子吧妹妹 我在这等你 能不能就是回去取一下钱 不用嘛 我们就是不太好走嘛 你拿了之后 我们回去再去拿钱嘛 那那 那我先拿着东西 我就先去车上 你等会来车给人找我吗 我可以请阿哥一起和我去嘛 这样子嘛 那要我在这等你吧 你回去取一下钱去 阿哥我的脚也不舒服呀 好不好嘛 那你就和我一起走吧 这样子也可以嘛 那那我能不能先拿个 拿包烟线抽一下 那也行嘛 妈妈你先拿个小的哦 行行行行 行行行好嘞 我怕我钱不够啊 考验一下这个妹妹啊 姑娘 考验一下这个姑娘 咱们也就是不能直接给她买东西嘛 对不对 看他们这边的姑娘真的是挺单纯的哦 兄弟们 真的是蛮单纯的 阿哥 就拿这个 哎 好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 最便宜的吗 哦 这这姑娘还可以给我还搞了一包玉玺啊 兄弟们还搞了一包玉玺啊 感谢感谢感谢 真的 那那这样子那我就先走了 走走走 咱回家吧 那去拿钱吗 啊 那那要不你先走 你你先走 我我从这边上去 我上个洗手间 这上面 没有啊 上面是有舌的呀 你不要乱跑呀 啊 和我走嘛 那上面是有舌的啊 好了好了 姑娘 那不动你 不动你了 你这样子就是 呃 我我我给你进行一个考验啊 你这样子 你看 呃 拿人家的手短 吃人家的嘴短 对吧 我是故意就是考验你 你给哥哥买了一包香烟 啊 然后也请我喝了一瓶 这个娃哈哈 哥哥也就是 给请你吃个东西 你看行吗 没关系吗 阿哥 我们这都是个缘分嘛 没有关系的嘛 哎 我我知道就是咱们少数民族啊 就是这边姑娘的 包括就咱们少数民族的人 都比较热情嘛 啊 前几天我已经感受了 那个歹族歹历年 1387年 还是86年啊 对 1386年的咱这个 少数民族的一个文化 你这样子 走走走 咱继续回去找这个小卖 不 还要买吗 不不不 就是你帮 你请我吃了 然后你需要什么 哥哥请你 这会轮到我请你了 好不好 老板老板 你就是 我又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妹妹 你看你喜欢吃什么 你随便拿 你看就是你请我 咱们朋友嘛 在一块 朋友不分高低贵贱嘛 对不对 你帮我 我帮你 咱们这样友谊 才可以长长久久嘛 是不是 然后你就是这样子 你请我吃了 你请我也喝了 对不对 那我必须回报你一下 你想吃啥你拿 我请你吃一个 那我就随便拿个泡泡糖 拿个泡泡糖呀 那多来点大哥 多来点 大哥这个多钱啊 这个很便宜的呢 这个多少钱一个 一毛钱一个 一毛钱一个 哇 你们这边真便宜呀 这个大大泡泡糖 你这么远来送给你吃吗 别别别大哥 一马归一马 我知道咱们少数民族 这里边都很热情 那一马归一马 然后这这个 多少个 你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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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毛钱一个 这在我 这是我儿时的记忆 我小的时候 吃这个都两毛钱一个了 十个吗 一块钱是五个还是几个 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吃过 这个大大泡泡糖啊 吃过 给老弟打个吃过啊 你们在你们那个时候啊 吃这个大大泡泡糖 多少钱一个 给老弟打到公平上 好不好 吃过呀 都吃过是吧 你们那边就说 以前这个大大泡泡糖 多少钱一个啊 兄弟们 你这样子就是大哥 但是小妹 我是真没带钱 你能不能就是 先帮我付一下 那你还要买多少啊 就是哥哥姐叔阿姨们 你们看就是说 这个小卖部里面 有啥需要的 你看说实话 我就对你进行一个考验 然后就是哥哥一会儿 哥哥付钱 你看可以吗 一会儿又说你没钱 一会儿你说你有钱 我有钱 我是没带 我是有钱 我是没带 我是在车上吗 对 主播买点东西给人家 小气啊 兄弟们 你看看这话讲的 老弟一定不会小气的 兄弟们 绝对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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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鸡蛋啊 买豆油啊 这样子兄弟们 大哥 我多买点东西 小妹我看你家就是 不是说油没有了吗 大哥你那个油 有几桶 只有两桶了 那你这样子 两桶油都拿来 没事没事 两桶油都拿来 来八桶油啊 兄弟们 老板这只有两桶油了 咱们再买点什么呀 你们就说打出来好不好 看他这有的 你们能打出来的 老弟今天给他都买了 行不行兄弟们 你们能打出来的 老弟都给他买了 你们看一下 就是现在商店 现有的这些 你们说买什么 老弟今天就给他买什么 行不行 咱玩的就是真实 兄弟们 咱直播间很多 关注我三年五年了 对不对 高路 真实不真实 小高真实不真实 真实的给老弟打个真实 来兄弟们 大米啊 来兄弟们 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大哥有大米没 大米也只剩一袋了 大米也只剩一袋了 那放这里吧 还有啥 来兄弟们 还有啥 八宝粥啊 大哥有八宝粥没 八宝粥有几个 八宝粥八个呀 八宝粥八个 八个 我看一下 这应该只有四个 不要吹牛 兄弟们 老弟今天玩的就真实 你们只要能打出来的 老弟必须给你们全买了 兄弟们 四个是吧 来全部拿过来 都要了 主播大气 不大气 不大气 还有啥兄弟们 还买啥 娃哈哈呀 娃哈哈来几个 你们说了算兄弟们 娃哈哈买几个 买就好买 别别 兄弟们就是真实买 试买啊 娃哈哈要买几个兄弟们 两件啊 大哥你娃哈哈有几个 娃哈哈 我看应该有几千个三个 三个来 全要了 全部要了 大哥你要去走亲戚吗 你买这么多 你要走走亲戚吗 全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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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纸啊 卫生纸有吗 大哥 卫生纸也有啊 有几个 买多少个兄弟们 来你们说了算 卫生纸买多少 两个 那来全要了 也全要了 还买啥吗 兄弟们 八宝粥啊 买了八宝粥啊 然后就是这个娃哈哈也买了 现在买了这些 卫生纸两个 八宝粥四个 娃哈哈三个 呃有两桶 大米一袋 啊还有啥 哦鸡蛋 呃鸡蛋来多少个 兄弟们 兄弟们鸡蛋来多少个 鸡蛋这车总共有几盘 大哥 就只有这么多 多了要换 没有那么多 这是几盘 这四盘 来全部要了 两盘啊 全部要了 咱玩的就真实 兄弟们啊 玩的就真实 来四盘鸡蛋 还有啥兄弟们 面条啊 面条有吗 大哥 面条有 要几个 呃 面条有几个兄弟们 全拿了呀 来面条全拿了 哎呦 就像剩了多 他们又来买这个吧 啊 只有这三个 只有三个了吗 那行行行 来全部要了 全部要了 还有没兄弟们 够了没 七度空间呀 别闹别闹别闹 七度空间的是干嘛的吗 买七度空间 方便面呀 哎 方便面有吗 大哥 呃 小妹啊 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口味 方便面 我们不用了 我们就吃那个面都可以 你就给我讲 你平常喜欢吃什么 麻辣的还是泡椒的 还是番茄的 那就那个番茄的还可以 呃 麻辣的喜欢吃吗 大哥这个番茄的 有有有多少香 就只有这一香 那这样子 呃 那不是还有吗 还有麻辣的吗 你要吃哪个吗 他只要番茄的吗 没有 两香全要了 两香全要了 全要啊 全要 必须全要 兄弟们 哎 就是这个叔叔平常喝这个八加一吗 八加一啊 啊 不喝不喝 叔叔还平常不喝八加一 每天都要去干活嘛 不能喝的 真好真好 那这样子吧 就是我看这个老板这个有东方树叶是吧 啊 大哥给我来来几箱这个东方树叶吧 这个东方树叶行吗 兄弟们 这个东方树叶是那种无糖的啊 这咱们现在就是特别呃 在城市里面特别火的啊 东方树叶多来几箱大哥 有买几个东方树叶兄弟们 来东方树叶要几个 来你们说了算啊 小快乐 小快乐是啥 八加一啊 叔叔不喝酒啊 咱们就是买点咱家里面正常能用上的 对不对 咱们钱也不白花嘛 对不对啊 六个呀 哦 这这个 哦 这个乌龙茶也行 那就两个这个啊 还有啥大哥 小妹你喜欢喝咖啡吗 不用不用 啊 洗发水啊 哦 洗发水有吗 就这种吗 那全部要了 全部要了 那这个 这个 你就全部要吗 哦 全部全部全部 全部要了 火腿肠 洗一份 洗一份有吗 大哥 洗一份没有 洗一份没有了 呃 今天洗一份没有了 兄弟们 火腿肠有没有 火腿肠也没有了 火腿肠也没有了 棒棒糖 啊 买棒棒糖吗 兄弟们 棒棒糖啊 喜欢吃棒棒糖吗 还行吧 还行 来 全部要了 大哥 全部买了 哦 全部全部 你你完了一起算 啊 来兄弟们 还有啥需要的没 我看那个 有那个 莲子八宝粥 那个那个还有吗 那不是还有 那个王老吉吗 王老吉 有了也有 哦 王老吉和牛奶 都有是吧 兄弟们 王老吉 牛奶行不行 啊 酸奶都有 啊 要不要兄弟们 要的来打个药 玩的就是真实 啊 兄弟们 咱今天主打一个真实 啊 王老吉有几箱 来 全部要了 要啊 谢谢咱直播间的哥哥结树阿姨们啊 你们就是没帮老弟点赞的 来对着屏幕 帮老弟做做这个数据啊 每人对着屏幕点个十下二十下的赞 咱直播间啊 这会儿三千二百人在线 对不对 只要有两百个人同时点赞 他是会翻倍的啊 左上角就会出现一个双倍点赞的啊 来以最快的速度 帮老弟就是点赞突破一个五万 好不好兄弟们啊 咱直播间哥姐刷阿姨们 我也不是一个PK主播啊 也不是一个带货主播啊 咱直播间不要你们任何的礼物 你们就是帮老弟做做流榜数据 帮老弟对着屏幕来点点赞啊 帮老弟最快的速度 破个五万赞 好不好啊 辛苦咱直播间的哥姐刷阿姨们了啊 呃 还有啥 大哥 还有啥 我看你那个 兄弟们你们看这还有啥 哎 这个不错 东鹏特业 这个有几箱 那个 我看好像还剩了两箱 还剩一箱了吧 哦 剩一箱 那这个这个要了 酸梅汤吗 酸梅汤 酸梅汤要吗 我看这个叔叔平常就是 就是刚才这个小妹给我说啊 叔叔平常干活啊 比较辛苦 然后就是咱买点这个东盟特业 提神嘛 是不是兄弟们啊 太多虫了 哦 太多虫了 要下雨了 要下雨了 行 哎 大哥那你 我你我买这么多东西 就是你得一会负责帮我送一下货 你看可以吗 要不我们两个也搬不走啊 送到哪里吗 呃 送送到 我我会告诉你 你看行吗 可以 呃 滑子呀 买滑子 大哥你这就是有有啥烟的 我看看 呃 你看吧 啊 我们这边抽那个云烟比较多一点 云烟比较 这个 这个滑子 行吗 这滑子 这滑子整条了吧 嗯 来滑滑滑子搞一条 搞点滑子 就还有吗 好事成双吗 搞两个 这只有一个卖的啥 我们抽这个多一点 要不你拿这个不要滑子 这个这个是个啥呀 这个也可以 兄弟们这个行吗 这个行不行 兄弟们 我对这个不太懂啊 我对这个不太懂 这个这个好吗 价格差不多的 哦 价格差不多 嗯 那那 来两条都要了 比那个好 我觉得比那个好 都都要了都要了 够了吗 兄弟们 啊 兄弟们 我的妈呀 这好多虫啊 就下雨了 嗯 就是下雨 行啊 茅台啊 台子有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兄弟们 没有啊 然后就是 这么多东西 你们看够吗 兄弟们 这个牛仔还要吗 要要要 要 必须要 够了吧 哥 这么多东西 兄弟们够了吗 够了来给老弟打个够了啊 点赞再帮老弟点点啊 左上角你们看 只要同时200个人点啊 那直播间3000多人呢 凝聚力啊 兄弟们 来 每人对着屏幕 给老弟戳个20下就够了 不用多戳啊 咱以最快的速度 给老弟点赞 点到5万 好不好 兄弟们 够了啊 行行行 老板你算一下多少钱吧 你算一下看总共多少钱 要放在这都要 够了啊 来帮老弟再点点赞啊 兄弟们 哦 喂 哎那个盐巴 我看你家刚刚那个调料不是不多了吗 嗯 那个盐巴的话 呃 你你都 给你们家买几包吧 还有我们家盐 哦 盐巴还有是吧 还有嘛 啊 那里面还有啊 就不用 好嘞好嘞啊 大哥你算一下 叫老板送一下 买这么多东西 老板必须送货吗 对不对 哥姐说 姨们咱猜一下 这么多东西大概要多少钱啊 妹妹 嗯 那这个就是你得得得 等下 你得先付一下钱 然后到车上我给你 这么多啊 嗯 我没那么多钱啊 我到车上给你 车上一会儿搬好久了 然后搬回来 没事咱给老板钱 老板给他送吧 啊 你看行吗 我没那么多钱啊 阿哥 没那么多钱啊 对的嘛 我家里面也没这么多 这边股开好贵啊 这东西 我们平时就是 买一点点就够了嘛 你这么多 要好多钱啊 阿哥 你有多少钱啊 我家里面嘛 嗯 可能就两百多块钱 啊 这么多 我肯定钱不够呀 就两百多块钱啊 对嘛 你要不少买点嘛 行 你不管了不管了啊 老板算好了没啊 这么多 老板啊 啊 三千五左右啊 三千块钱 肯定没有一年多挣的 啊 不要吓他了 呃 老弟开个玩笑 老弟开玩笑 兄弟们 老弟真实不真实啊 然后就是等会儿算下来 看多少钱 然后我这个 我刚故意逗你的啊 小妹 我故意逗你的 然后 嗯 你这个那个啥 你这样子 然后你就是 我这个兜里面 有钱有钱 你帮我数数看 这个有多少钱 你有钱啊 我兜你的 故意逗你的 你急死我了 我因为你要我付钱 这么多钱 我怎么付啊 你看就你这么好的 哥哥也不能就说 伤你心嘛 是不是啊 我肯定我来买单 我带你来买东西 你让我好尴尬 肯定我来买单 哎 哥哥故意的 哥哥给你道个歉 对不起啊 你数数看这个有多少钱 老板还没算出来吗 啊 够吗 2410 2410 你看那个够吗 天啊 这么多 够吗 列个表格算名账 他们这边人一般不会胡算的啊 兄弟们 那我这个还有 你再数数 你再数数看这个够吗 对对对 我相信你大哥 大哥你看就是咱俩今天第一次认识 哎 你来这边就说 呃 当是个上门老怪多少年了 都五年了 都五年了 哎 我那个朋友说来这边上门的话 就真的这种特别容易啊 真的吗 假的 还不是看人吗 哦 还得看人 拍个照片啊 行行行啊 这个够吗 小妹数个钱好慢呀 哭了吧 这里有2200 2200 那这样的大哥 然后我再扫给你500块钱吧 啊 你扫给我500 那么多 然后就是 他不是 你不是说2400吗 2400的话 然后呃 你等会送到家之后 我再给你500块 100块钱 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都送到 你看可以吗 啊 你把这个给老板 给老板 啊 那个 那你等会再给我 行行行 你你数一下 你把钱看一下 大哥 啊 2400 2400 刚才咱直播间 拆2400的啊 呃 你们给老弟点上 点个赞赞啊 你这样子 你给老弟点个赞赞 然后老弟等会 就是给你们发个小红包啊 好不好兄弟们啊 来兄弟们 那鼓舞劲儿马上就突破5万赞了啊 这差1000个赞 就突破5万赞了 往老弟点赞来点到5万啊 够吗 老板 你把钱数数清楚 这个2200吗 啊 2200啊 2400 那10块钱就少了吗 就2400吗 呃 不不不不大哥 就是我2500 然后你这样子 就是我拍个照片 啊 拍个照片 我拿这个手机拍个照片 等会你帮我们就是送一下货 啊 什么你拿我这个手机 你看你们也不容易 是吧 我这个还是有利润的嘛 那个 哎 哎 你们这边就是 你像你泡泡糖都卖那么便宜 哎 你们这边鸡蛋多少钱一盘 这个鸡蛋是那个 土鸡蛋嘛 30个的 土鸡蛋20一盘 就我们那个 自己淘三戒也是为的那个 呵呵 你懂的吗 我的妈呀 我们那边就是土鸡蛋 一盘 最起码得个 好几十 行行 你拍个照片吧 拿我手机拍个照片 就拍这个 啊 对拍一下 然后咱们就是先走 然后大哥等会给咱们送过来 好吗 可以 看一下 那个拍完没有 拍完了 啊 放心 不会掉一个 哎 你这没拍到 没拍 没拍对 兄弟们 拍了个照片啊 咱们就是看一下 大概都有什么 然后咱们就先走啊 那那我们就是帮你吧 大哥啊 我们也提点东西 我们也不能空手走 你们把这个 贵宗的东西先帮走 行行行行行啊 先拿回 滑子回去啊 先把滑子拿过去 行行行 然后那我要不要就帮你提个啥 不用吧 我等会 我自己来吧 行行行 那那我们就先走了大哥啊 走走走 那走吧 走 好多蚊子啊 哦 要下暴雨了 要下雨了 对吗 妹妹 嗯 开心吗 还好吧 啊 你等会等会 咱发表一下 感受吗 我还没好呀 刚才急死我了 为啥着急啊 你就没钱啊 你就买那么东西 哥哥逗你的 你看着我像坏人吗 牛嘴滑舌的 牛嘴滑舌的 你感觉我怎么样 嗯 还好吧 啊 还好吧 还好吧 对吗 之前就是 你有没有谈过男朋友呀 没有啊 啊 真的没谈过 一个都没谈过 那这边的阿哥都很纯粕的 那你看我咋样 你 不太 我不太喜欢你这样的 哥哥跟你开玩笑呢 开玩笑呢 动你的 然后就是哥哥没有别的意思 嗯 说实话 你看咱俩今天素面相识的 你选择帮助我 我真的是挺感谢你的 啊 很热情的嘛 很热情的 主播你手机付300 呃 等一下 就因为我这个绿泡泡 在我这个直播手机上蹬着呢 等会等老板过来 咱把东西让他付过来之后啊 咱们就把东西看一下 然后付给他 老板说是400亿嘛 咱们付给他500块钱啊 不再差人下一分钱了 对不对 兄弟们啊 这下老丈人满意了 我是开玩笑的 兄弟们 说实话 我真开玩笑的 哎 那我们是先回家 去拿你的礼吗 对对对 然后就是妹妹 这个叔叔回来了没有 应该快了吧 天黑了 呦 我就是看这个天都黑透了 这叔叔还不回来啊 他一般就晚上 八点过啊 的样子左右嘛 九点钟的样子 一般就这么晚才回来 对啊 因为走路嘛 来回都要走好几个小时的 嗯 哎 就是看看咱年纪 应该都差不多 嗯 不知道就是叔叔 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嗯 快60 哦 叔叔才快60啊 嗯 咱们这边看来 还是就是生孩子 比较早哎 对嘛 因为我们这边有的时候 嗯 找老乖嘛 老乖的年龄 可能比较小 哦 找老乖的年龄 比较小 好嘞好嘞 行啊 可以打针了 你们再别 别闹啊 兄弟们 你刚进铺子拿了泡泡糖和一包香烟呢 哎 对对对 这是老板好像算错账了 怎么了 哎 我忘记说了 你看这个是啥 这个 哎 他是没穿家吗 嗯 我问一下 等一下你问一下 他 他就是有没有把这个钱算进去 那一会儿他来了 是问他吗 哦 如果说没有算进去的话 咱就是把这个钱再给老板 可以吗 好吗 你放到哪里吗 嗯 放到这了吗 行行行 你给叔叔放着呗 叔叔就回来给叔叔 给他呀 我爸 我爸不要的啊 你拿走吗 我爸不要 不 那我们家就坐一会儿吧 好多蚊子 好 那蚊子这山里面 哥哥就说 你们看一下 这边就是生活的一个环境 我每次拍小鲍鱼之前 他就 确实说实话 确实蛮不容易的 兄弟们 哦 这就是他们这边的一个现状 压热带气候吗 压热带气候 哎呀 我站在这边 好 我也站一会儿 闻得太多了 行行行行 那就是 叔叔他们每天 就是这样去干活吗 对啊 每天嘛 天气好 每天都要去嘛 嗯 没有遇到下雨 嗯 咋了 好多蚊子嘛 刷一下 那这样子吧 小妹 那要不我就先走吧 你坐一下嘛 等一下嘛 我爸快回来了 我爸 他也是很热情 咋的意思 还见老丈人呀 坐一下嘛 你把我弄的 我确实是蛮不好意思的 哎 哥姐刷 因为这个蚊子有点多 就是你们有没有知道 搞这个蚊子的 呃 什么土配方啊 我试试 有人说用水 这不顶用吗 这水 这啥水不顶用啊 搞这个水不行啊 兄弟们 有没有啥 就是能把这个 飞虫给他搞掉的 阿哥姐刷阿姨吗 这边这个就没有办法的啊 没有办法 对 那我们就往那边 做一点点好吧 行啊 用用烟呀 没带烟呀 没带烟呀 哎 那坐坐坐坐 等等等会儿 这个叔叔吧 哎 妹妹 那你们就是 平常像家里面 这种生活条件 就是平常家里面 收入怎么样呀 还行吧 主要是看价格嘛 哦 主要是看价格 就是不知道当不当价啊 你像就是咱家里面 叔叔阿姨这么辛苦的 就看你们每天这么辛苦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啊 这个也是看情况哦 如果既然天气好的话呢 一个月 可能就几千块钱嘛 一个月赚几千块钱 够花吗 够啊 够花了 你们这边自己有 有鸡啊 肉啊那种都有吗 哦 有鸡有肉 但是姑娘 就是你们说实话啊 就是你有好处 也有 就是 有点太好了 能懂吗 比如说 你今天遇上我啊 虽然我是个好人 如果说我是个坏人 你看 这今天晚上不把你一个姑娘家在家 那你不就吃亏了吗 不会的呀 我们这边当时都那种 对呀 我们这边本来热情嘛 现在怎么 哪里有坏人呢 所以我说你是个傻妹妹 啊 你说人家哪个男孩子 如果对你有个非分之想 人家把你拉到外边 把你就说欺负了 你跑都跑不赢 我们这边的阿哥都很热情的呀 都很热情的啊 都很淳朴的呀 行行行 咱从咱这边就是过这个老窝 从这边过老窝 就是还有啥其他的注意事项没 你们在这个边边边起 我想你们应该懂嘛 要办一些证嘛 哦要办一些证是吧 对呀 过那个老窝 通行证嘛 那种嘛 老爸 叔叔回来了 你好叔叔 叔叔就是你好 我是来这边旅行的 然后车坏了 然后他在这边来买点东西 我就刚刚大概是买了一点吗 我家又卖东西 叔叔叔 我帮你吧 你这个是背的啥呀 我帮你 叔叔叔 我是就说来这边来旅行的 然后就是刚才去那个路边 然后就是车坏了 碰到你女儿了 然后就想借点这个米 然后您闺女就把我带到家里面来了 然后叔叔 这个是我刚刚在这个商店买的一点礼物 然后就是你们这个请收下 我是一个就是做这个旅行主播的 就是叔叔 我是一个旅行主播 然后就是主要去做一个回访 就是做了一考验了一下 咱家这个小玉 他是确实真的挺善良的 那你累了吧 我拿水给你喝 谢谢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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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不客气 他先喝了 阿爸 他先喝了 你喝水 谢谢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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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真的挺热情的 对吧 我阿爸 我们这边都很热情的 你吹个吧 叔叔我不抽烟 我不抽烟 你拿着吃吧 叔叔你坐 你坐 叔叔 叔叔真的是挺那个啥的 叔叔您是刚听您姑娘说 您出去干一天活了 是收药材 山上收药材 收药材去了 我听就是人家都说 咱这个云南这边 这种药材特别多 你们是平常在山上 能收到一些名贵的药材吗 收不到多少 能收到不多 收到不多 收到不多 什么药材 那咱这边就是 他们都说云南这边 就有很多这种名贵的药材吗 那叔叔咱家里面 就有没有这种 能不能让老弟开开眼呀 我之前就听人家说 咱云南这种大山 云南百药那个灵芝啊 还有什么什么 那个叫啥 天麻呀 这些不是特别多吗 但是我家少 我家那边很少 哦 你们家很少 能带我去看看吗 怎么 很少的 因为这个 好像是高的 哦 这都是你们家的呀 哇 这这都是啥东西啊 这 这个吗 嗯 这个就是那个 雪灵芝嘛 雪灵芝 对的吗 哎呦 哎 这是看着这还 看着蛮不错的 嗯 就是 不要很少 我得乖乖 雪红 雪红 这一看就是这种野生的 这些都是自己在山上 这个踩的吗 对嘛 要踩很久的 才有这么一点点 哦 才不太晒嘛 晒干 我这这东西 肯定老值钱了吧 还好吧 我们这边 因为他们来收货嘛 其实都还很便宜 哎 哥哥姐说 你们就有没有见过这个 这个东西啊 灵芝啊 对对对 灵芝啊 哎 这个好东西还挺多的 哎 这个是冰糖吗 冰糖啊 不是啊 哥 嗯 雪燕 雪燕 对 雪燕 雪燕我知道呀 知道啊 对啊 我之前就是在那个泰国 我买过呀 哦 我们这边隔得比较近嘛 他们那边也都有餐嘛 哦 这东西是那个燕窝嘛 啊 在人家泰国那边 燕窝嘛 对 就是很多这个 有钱人啊 明星啊 皇室 人家家里面才吃得起的 对的嘛 哦 这东西很老贵了 还好吧 我们这边便宜啊 哦 你们这边这个雪燕 是哪里来的呀 就是我要把每天山上嘛 很高的山 远呢 是踩的 每天都踩 哦 都是这个叔叔上山 山踩的是吧 对吧 收的 哦 踩不到多少 哦 踩不到多少 哎 妹妹 那就是咱们这边 像这个这些东西 卖的贵不贵啊 不贵啊 我们那边人 他来收的话就很便宜啊 很便宜啊 还想收一点点 对 哎 你们这边就是卖这个 一般像这种一斤的话 卖多少钱 他们啊 这个雪燕吗 雪燕一斤 他们 相当来收 就是三十块钱一斤嘛 啊 三十一斤 对 那你们是不是被人家骗了呀 我之前在泰国买过 他一斤都是两百多块钱 而且我们还是 就是 好多人一起去团购去买的 啊 对啊 这个是燕窝呀 在人泰国那边就是 燕窝 就是燕子的口水嘛 他跟那个燕子 口水是一样的嘛 啊 包括就是 我之前听那个导购给我讲 说是燕窝里边有的 他有 燕窝里边没有的 他还有 对嘛 这个就是 我知道这个东西 我知道 哎 姑娘 那 我这边收的才三十块钱啊 三十块钱 对嘛 大老板他来 爱家爱户的收嘛 哦 哎 那你看就是 今天确实挺荣幸的 然后刚好就遇见你了 哎 你家这个平常就是卖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 您看就是能不能就是卖给我一点 因为就说实话 我爸妈他们不是这个年纪也大了吗 啊 我之前去泰国旅行的时候 本来说是想给他们买一点的啊 买过就是他们现在也吃完了 这次在你家也看到这个东西了 刚好就想带点他们吃 哎 不不不 叔叔不不 咱们一码归嘛 就是你们的好意就是弟弟心灵了啊 就是侄子心灵了 就是咱一码归一码啊 你就这样 你看你能不能就卖给我一点 我去找一个口袋给你抓一点吗 送你一点吗 你要钱吗 别别别 你不要钱我肯定不能要的啊 你肯定我要给你钱的 送你一点吗 主播问一下他有没有多的我想要 我们那边四百多一斤 这个是挺贵的 我之前在咱们内地的 同什么糖就是也买过 也卖的挺贵的 我也要上车 不是兄弟兄弟 你们别闹啊 我不是带货主播啊 兄弟们 我不带货的 我今天是过来这边旅行的 然后就是碰到这个小妹 刚好听他们说 说这个家里面有 刚好我就看到了 哎 看着这个 他家这个学院这个品质 跟我在这个泰国买的是一样一样的啊 嗯 这样子吧 河南五百多一斤啊 哦呦 你们那边这么贵吗 我也想要三斤 哎妹妹 就是我这个直播间啊 这个很多这个叔叔阿姨 他们都在公平上打字呢 说他们也想要一点 然后我这个不是带货的 你看就是能不能够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完了 就给他们让他们直接找你去买 他们要多少啊 要个三斤还是多少 我们家量不多呀